这个绿岛旅游这个资讯 这个APP里面 大概就是说 一样要做一个那个什么呢 做一个下方会的Netbar 那这个Netbar特别重要是放在底下 上礼拜最后讲过了 其实你可以放在页尾 这一题基本上呢 它没有页首 有一个内容 有一个页尾 但是没有页首 所以我们在开一个新的网页的时候呢 就不需要那个所谓的那个页首部分 那还有就是说我可能需要什么呢 可能希望把这边做一个像Netbar 然后这边的话一样做一个List View 并且放一个图 这个图的话呢 可以是一个地图 那这个地图的话将来可以点选 点选它也可以做超连接 那基本上 我们是拿绿岛的几个 总共有四个比较重要的景点来做练习 那这一题当然有一个变化题 请各位可以先想想看 请各位也是做一个什么呢 做一个比如说哪一个 不一定是绿岛 不是绿岛 你可以再做另外其他地方的导览 比如说像什么原置附近的 或者是那个什么桃园啊 或者是你自己熟悉的地方 那里面大概点击进来之后的话 这边还有一个地方不一样 就是上面的地方 如果我不希望是 像之前我们是做回上页 那我如果希望这个上面的图示 不要回上页 我希望在这边是放一个什么 放一个home home的图示就是说呢 回首页 那这边的话下一页 可以让它往下一页 那这个该怎么做啊 那其他还有一些哪些变化 你可以看一下那个 106APP里面的程式嘛 里面大概我们还可以做一些 像List View可以做一个什么圆角 然后颜色稍微改一下 大概这些东西 那首先第一步 我们一样 开启那个Dreamweaver之后 那我们 凡事如果要做那个APP之前 一定要先新建一个网站 那因为每一次 这个环境都会还原 所以一样 我们就是 先在哪边呢 我建议是放在那个 我们的 低叠 因为放桌面 好像你们的电脑会有问题 我们放低叠 低叠里面呢 就是一样先新增一个资料夹 所以 只要要新建一个APP之前 反正你就先给一个那个资料夹 也许是106APP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是 再把这个网站新建 新建之后的话呢 假设我们一样是106APP 把之前的名 反正就是 之前是102啦 现在改106 然后呢 位置把它改成在低叠底下 所以记得选取这个APP 然后按一个选取 这样子的话按储存 主要有哪些变化 各位可以看到 会在右下角这边会出现 而且是106APP的网站名称 那请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做那个网站的第一步 一定要记得先建一个网站 因为之前有同学 都直接略过第一步 结果呢 编辑之后变成一个网页 一个网页呢 会造成什么问题 就是很多东西不见了 或者是没办法执行 图不见了 然后呢 一些效果也不见了 特别注意哦 这个第一步一定要先建一个网站 这个很重要 因为 应该蛮多同学会忽略这一点 那第二步要做什么呢 第二步的话 请你在这边 再来就是新增什么呢 网站完之后才是新建一个档案 这个档案呢 特别注意哦 跟前面做法一模一样 一定要是 一定要是 文件的类型一定要是HTML5 那主要原因因为HTML5 特别说HTML是那个网页的标准的 那个那个网页的这个 这个程式语法 它的标准 全称叫什么 Hyper Test Mark Language 实际上就是一个语言 这个语言就是什么 显示网页的一种语言 那最新的是5啦 所以5的话规范就是 如果你要设计App 你可以用第五代的这个 特别叫文件类型一定要改 按个建立 建立之后的话 再来我们把那个什么呢 把我们的界面改为分割 再来的话呢 我们的那个设计模式 记得改为传统 因为如果你没有传统的话 上面那个JQuery这个 这个不会出现 我们主要是要用这个啦 因为用这个 这个算是一个韩式库 它可以帮我们做很多的效果 举凡前面看到的那个什么 Netbar ListView等等的 其实都靠这个东西帮我们完成 所以大概 这个流程跟前面 其实基本上是一样的 那做好之后的话 也许我们可以先 先存档好了 记得先把它儲存档案 档名的话记得 前面有讲过 如果你要上传到那个 上个礼拜讲 那个PhoneGap的网站的话 你那个档名如果存错的话 它一定会跳出那个错误讯息 那记得把它存成这样 Index INDEX 附档名的话呢 一定也是点HTML 这个L一定要有 这好像少了一个L也不行 好 那储存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你会在我们的网站下方 会出现有一个Index 那我们就完成了网站 跟网页的建置 再来呢 就是要思考 哎 我要怎么样 可以把那个我要的结果的网站 给架设起来 那里面大概就会有几个啦 几个需求 就我刚刚提的 哎 里面大概就是要放 就是 总共有 啊 四个连 啊 这个 四个连结嘛 所以一二三四 所以 基本上一定会有Page 哦 这个是Page 1 连到绿岛机场 Page 2 Page 3 Page 4 那当然未来如果说你的 你要介绍那个APP 啊 景点特别多的话 哦 你可以先把它主要的放下面 啊 其他的可能次要的也许可以放在List View 因为那个List View可以放比较多的景点 然后呢 分别连到哪里呢 Page 1 2 3 4 然后呢 主页的话呢 就是Home OK 所以 基本上待会呢 我们要在这个网页里面呢 插入五个页面 OK 那怎么插入五个页面 我想做法跟前面一样 大概就是第一步啊 先在这个Body跟Body中间 你先找一下 它一定是一对的Body到结束Body 结束Body一定是这个斜线Body 那我们在这个中间怎么样 插入页面哦 OK 所以会有 总共需要有五个页面 这个部分我想待会再来看 那请各位哦 先完成第一步哦 106App的网站哦 跟网页的建制 画面先还给各位哦 一样请各位一定要把它上传到那个 Fone Gap网站 那将来大家一定要绞交的就是你的网站的 点字IP嘛 第二个就是说你的APK 所以我会把那一半APK直接呢 安装 那就会看到你们大概做哪些东西啊 装在手机里面 那当然不过前提你要学会什么 能够上传到那个上个礼拜讲的那个网站 Fone Gap 叫build.phonegap.com的网站 然后转换成APK 并且可以安装哦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 第二个我们要做什么 就我刚刚讲的在云端上面 所以请各位记得云端网址里面的东西哦 这边上面都有了 你大概要记一下 因为发现很多同学都没有记 目前看到一二三 只有三个人连结 因为为什么会一直强调 因为我知道 因为大家都没有连 因为大家都没有记 所以没有连进来 表示什么 你们没有记得这个网址 所以我是觉得讲过一次就好了 因为这东西其实哦 如果每次都要再讲一次 我自己也觉得自己好像讲的次数太多了 GOO.GL XK8 GWG 应该还蛮好记得 而且这个网址我还特别挑过的 为了 让各位比较好记 所以就用GOO.GL 反复反复的 只要是 不好记的就把它删掉 那就这个地方就得到一个 比较好记的一个网址 那请各位啦 反正等一下如果你有问题的话 我会把那些我做完的画面 一律拍照 放在云端上面 反正你只要跟着做 应该要做出结果来都不是问题 另外呢 我有把那个整个过程 录制成影片也放在我们POL上面 所以你到POL上应该可以找得到 那这些资源的话都是提供 希望各位真的可以学会 而且 反有反走过必留下痕迹啦 这东西的话 就是都会在 云端上面 所以之前的102APP的做法也都有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做什么呢 做下面这个东西 在做这个下面这个Netbar之前 我们需要做五个页面 所以五个页面怎么做呢 五个页面是 有页尾 没有页首的页面 OK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有点 这个有点 有页尾 没页首 有页尾没页首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一 游标放在BODY跟BODY中间 切到那个什么呢 记得哦 这个面板一定要是传统的 才会有这个JQ Mobile 然后呢 游标请你放在BODY跟BODY中间 插入一个 第一个他会先引用这些东西 要放哪里呢 你就按确定就好了 因为主要 我们的那个 可以把网页变成手机的APP 就是靠什么技术呢 就是靠这个技术 所以呢 如果人家问你说 你们在做手机APP 那请问用 你们用什么样的技术 你可以跟他讲说 我们是用这个 JQ Mobile的技术 他就知道 原来我们是用这个东西 帮我们做那个网页 OK 不要说 因为做网页 做APP的技术非常多种 那其中一种就是这个 这个方法就是说呢 他可以把原来做网页的概念 融入进来 也就是说你以前 只要学过网页的人应该都可以很容易接受 按确定 好 第一个我要先产生一个HOME 所以你就打个HOME 那有页尾没页手 意思是说不要打勾 这个按确定就好了 那做一个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他会先帮你增加一些东西 什么东西呢 你会发现 他会在那个HEAD这边 多了这些东西 这个是引用什么 引用那个 我们JQ Mobile的韩式库 第二个的话 他会在这边增加一个页面 所以他 等于是做两件事了 好 那我们页面一个产生了 那如果要做第二个怎么做 记得 游标请你再放在 这个DIV到DIV的外面 习惯是放在下面 这个DIV的下面 按一个Enter好了 或者Enter两下 移到这个地方 再插入第二个页面 因为如果你没有 之前有同学是 直接就在什么 在这个里面按 直接再按插入的话 他就会放在这个页面的里面 会造成什么 没有办法连过去 之前有同学 奇怪点下去 为什么那爸他不会连过 就一直停在首页的地方 主要原因是什么 因为你在插入页面的时候 没有把它移到外面 特别说 移到外面 这边Enter两下好了 再插入第二个页面 第二个页面 页面的名称叫Page1 所以分别就是 Page1 Page2 Page3 Page4 总共会有四个页面 就对按确定 这边又一个了 两个 记得在外面 不是在里面 然后再来Page2 不过特别注意 其实还有一个方法 如果说你不用这个插入 其实你可以透过什么 复制DIV到DIV 你可以怎么样 把它复制 贴到底下 那贴到底下 那特别注意 它的ID 你不能一样 你可以把它改成Page2 那这边贴上 你移到右边的话 它会又多一个页面了 所以123 对不对 然后再一样 再贴 那这样的话就有第三个页面 Page3 然后再贴 记得也是DIV 这个是一组的 所以特别重要 你不能贴到里面 要贴到它的外面 或它的下面 然后把这个ID改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做完之后 这边就有 这个是Home 这样选 你会发现这个可以选得到 表示OK的 然后这个是Page1 那这个是Page2 以此类的 四个页面就完成了 那做完之后的话呢 再来 我们待会再来看什么 看怎么去做 那个底下这个Netbar 跟那个This View 还有一个图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感谢观看